的迷路 哈囉大家好我是是虛 那我們今天要來分析的是 《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 的合作轉蛋 那這一次的話總共有兩個詞子 A詞跟B詞 A詞的大獎是 《リムル》 以及 B詞的大獎是《ミリム》 那這次的話總共是有3隻65C 還有我們的帝亞布羅是2隻都會出的池子 那這次的話一樣是賽A跟賽B各70抽都有一次假保底 總共200抽的話也有一次真正的天井可以去換 那我們這次的話就直接來分析他們的角色囉 Rimuru的話其實以他的技能組而言來說 兩次的攻擊力100倍其實算是蠻痛的 就是算是200倍的水屬性傷害 那其實說實話我覺得會算是比Emilia在痛一點點 因為Emilia的話是火屬性 那他主打的關卡可能還是木屬性關 所以Emilia的300倍直傷打在木屬性上面 那Rimuru的話他就是打在火屬性上面 那是沒有這個問題 那他還有蠻多的通的性的 然後像是藍屬性技能回合縮短音 那這也還蠻久沒有見到的一個技能組 以及有機率弱自身C租大 但是呢剛剛稍微看了影片好像掉落率算是只有普普啦 但是他的C技是真的蠻痛的 就是全體三次的激烈傷害 那就是三下亨沛了 OK 那被動的話覺得最大的特色應該還是在他的被動 賦予藍屬性角色星珠連鎖 那這算是第一個有這樣子的技能組 那他的這個連鎖的話其實是在回復上面是還算是相當穩定 比較不會有突然暴斃的問題在場上 那被動三被動四的話就是在有連鎖的情形下 有可以握手啊或者是洛西 那我覺得這算都算是搭配他在被動二的效益為主 所以變成說他的技能組是需要全開的 那他的價值才會展現出來 他比較適合搭配的角色的話 我覺得是只要不會跟他撞洛西的角色都可以上去 雖然主力應該永遠都是那幾隻啦 那整體來說他的表現的話我覺得算是在 中規中矩 推薦抽的程度的話大概只有在三顆星左右 不會到太高 那我們接下來來講另外一隻 那Midimu的話是龍族UN 主動機的話是簡單易懂啦 全角色暴風激烈強化 呃強化200% 以及星轉自身C大掉落 那主要是他的C技其實相當的破格 那就是單體救急傷 以及自身攻擊跟防禦疊50 所以他的輸出的話如果打到長期戰 我覺得可以疊到非常高 只要不要遇到這種 呃不要遇到這種 負責壓消除的情形的話就是不太會有這個問題 那被動的話主要還是在 他的特色是在被動2 就是永久的黃轉紅 但是呢其實還蠻多角色會跟他撞 尤其像是 啪什麼的 呃這個就還蠻容易撞 那另外一個的話就是韓月弓 韓月弓的話就變成說一定要跟他錯 開開技能會比較好一些些 因為韓月弓也是星轉C 那因為 蜜莉姆是沒有解析滴的 所以變成說 呃要搭配一個比較有效益的解析滴 會比較好用一些些 所以 目前來說可能韓月弓的 相信我覺得會 小小的大於潘乃德一些些 那被動3被動4的話 我就是算是增加輸出的手段 那被動4我覺得 配在蜜莉姆上面算是不錯 因為 呃平常一些角色有弱破壞珠 很沒用的原因是因為 弱破壞珠在沒有爆彈的情形下 會非常的殘烈 那 蜜莉姆是本身有可以永久轉爆彈 所以變成說他們兩個 這兩個組合在搭配的時候 也會有不俗的輸出 然後在自己前頭開技能之後 的這個輸出火力也會相當的痛 那個 也會很漂亮 那再來的話我們就講第三隻 是迪亞布羅 迪亞布羅是惡魔UN體力型 黃轉C 然後 呃黃星轉C 然後還有增加自己的血量跟防禦 還有連鎖啊跟洛西 那以他的技能組而言算是相當的 多東西 那主要是C技比較可惜一些些是 只有單體兩次特大傷害 不過因為是雙射轉啦 所以C珠密度也算是不錯 那被動1的話是破泡包跟障礙 被動2的話是自身受到敵人傷害的下一回合UN角色參加一般攻擊 那被動3的話是UN種族 血量提升2000 然後兩側攻擊力提升2000 自身防禦力提升2000 那被動4的話是自己受到敵人UN的攻擊跟回復 升3000 那非UN的減半 那我不知道大家看這個技能組會想到什麼 第一個 UN隊 可是呢其實 火屬性的UN是非常的殘面的一個種族 那以現在來說火屬性最強的UN大概 大概只有Emilia 那所以我覺得迪亞布羅的話 暫時來說我覺得可能娛樂隊程度會比較高一些一些吧 還有人記得我們的媽媽戰神隊嗎 我覺得迪亞布羅有超越媽媽的可能性啊 所以迪亞布羅也許我可能會考慮抽多一點點吧 可能 對 所以這個的話可能也是娛樂隊性質啦 因為最主要點是在於說他還是沒有一個減CD的效用啦 雖然說CD6 雖然是已經比較短還有雙色轉 但是這個熱機時間也是還是需要去等他啦 除非你要綁 綁減CD的角色啦 不然正常來說的話迪亞布羅可能 呃上場率也不會太高 除非是娛樂隊居多 那其他隻的60C的話我覺得 都不算太差 但是因為時間的關係就不特別去做介紹 那這一次的辭職的話 如果真的真的真的要我去選說 哪個比較值得優先抽喔 我還是會比較建議去抽4周年啦 因為說句實在話的話 這邊幾個角色 呃我確實蠻喜歡米利姆跟 呃跟迪亞布羅 但是如果是以一個強度處而言的話 我覺得可能4周年的上場機率還是會高一些些 而且這一次轉蛋的其實保底格 不算太友善 呃三隻65C是各26.31 然後65的話只有10.52 所以變成說大概是20%比上80%之類的 的這種恐怖機率 所以我覺得可能還是會抽 抽4周年會比較安全一些些 就是歪掉的機率會比較低 即使你可能不是抽到最首選的角色 你還是可能會比較好用一些 就是抽到一個可能 還是上場率會高一些些的角色 那這一次的轉蛋分析就差不多到這邊 喜歡我今天的影片的話 就按個訂閱按個喜歡幫我分享出去 今天就這樣子囉 掰掰 到這邊